你会怎么说 你会怎么回答 我们再来看看 来 儿子 哎 这次成绩不错 老妈祝贺你 没办法 遗传的好 遗传的好 所以说其实人的沟通方式稍微改一改 其实能特别融洽 所以跳出明堂之后你是回家了还是继续留在北京 当时想继续留在北京还能去 一方面能提升自己的水平 因为没跳够 人家等着舞伴回去呢 后面我妈她去平时的时候摔倒了 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也没有说什么 但是当时我就把北京里面的代客就给吃掉了 然后我就回到家了 还是担心她 看她回来高兴吗 高兴 那她回来之后 你表示了欢迎和开心吗 那个时候我没有表达出来特别开心 但是我内心就特别开心 这孩子还真拐 原来她没回来之前我跟她打过电话 她根本不理我 后来有一天我摔倒 我拍张照片给她 我说哎呦我想 你真帅了 没帅 我得拍一张给她 我说脚崴了 那看不出来哪个好又不好 我就拍一张给她 我说你看妈脚崴了 现在动不了了 你得赶紧回来 她也没说话 她都挂了 两天以后我才回来了 我发现其实你们母子之间 一直在利用儿子的善良 你承不承认 这叫利用吗 这不叫利用吗 你看 人家没有说学习舞蹈 你让人家学习舞蹈 对不对 你还老骂人废物 你离婚了 人家选择了弱势的你 怕你担心要在你的生活当中 然后反过来你不思反省 反而呢 在学习和信任上一次次辜负她 然后人家在北京跳舞跳得好好的 要在那继续发展 你说你让人家回来 你就诚恳的说我需要你嘛 你非得假摔拍照片欺骗别人 你说你这不是利用别人的善良 是什么 历历在目 我说的对不对 对 你今天批评的对 所以你承不承认吗 承认 爽不爽 爽 特别爽 你还真爽呢 你是她儿子吗 你 是啊 你看见别人这么批评你吗 我爽的是什么 爽的是我妈终于 她知道 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 这些年里面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那么想去跟她对抗 因为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毕竟是她儿子 她说过温和的话吗 说过对别人说过 什么话 在我们去做公益事业的时候 然后她去和那边 她说什么话你就告诉我 就是去鼓励别人去说 很棒 要加油 要相信明天 她从来没有说过儿子你很棒 她看到别人去努力的时候 她也会去赞美别人 但是只是这个角色一到我身上之后 为什么就不能说儿子你真棒呢 我背着她 我跟别人说也说她很棒 你为什么当着面说不出来呢 你说一个我听听 我平时说到心里头想的最多的就是 嗯 谢谢我儿子能够成为我的儿子此生 满意吗 挺满意的能说出来我就很满意了 这就行了是吧 你这要求得有多低啊 你咋不再婚呢 我还没遇到合适的 你心目当中合适的是什么样的 老师这样的 我来的时候 大家说做你这个节目 我们学校的家长说 要有图类叫什么语录 在我们朋友圈转的可疯了 我问你 你要找什么样的 我就说她找什么样的 我想那就找图类老师这样的吧 我都这么老了 我真的是中老年妇女的偶像吗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后来你回来之后 对吧 那你在本地徐州干什么呢 一样的是舞蹈老师 他也是舞蹈老师 我回来了 他就可以退居二线了 什么叫他退居二线 什么意思 我们有自己的舞蹈学校 你们自己开了舞蹈学校 对 他开的 对 等于你回来是接手的是吧 对 你一开始是愿意回来接手的吗 不愿意 后来我妈就给我拍了个照片 我就回来了 所以你也就接受了这份工作 对 做一个管理者 对 你的计谋得逞 你什么时候开的学校 2014年 14年你创业是吧 对创业 就是你特别想她回来 对 继承你这个学 要帮你 是的 这也是一个自私 他始终是自私的 始终是 要儿子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活 去工作 那你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会有分歧吧 有 非常大 我是肯定要我的孩子走专业 就不是说一秒他以后也走舞蹈这条路 而且他做出的动作 他做出的东西 是按照更科学 更加符合美学的一个方式去训练的 嗯 所以说我对孩子的基本功要求抓得特别特别的严 然后我妈呢就是觉得舞蹈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 孩子们的话学会基本步之后 直接可以 学习一个表演的一个小组合 一个小套路 经常能够带着他们去表演 让孩子们开心家长也开心 我们最大分级就是在这里 专业和服务性的一个 他要快乐 对 那你在学校是担任老师还是管理者 同时 同时 你的职位是什么呢 校长 他是什么 董事长 你还是他下属吗 对啊没有办法 就是他说否了你就可以否了你吗 没有 在舞蹈这边的话我有绝对话语圈 绝对话语圈 这是我愿意在这干的第一件 所以这舞蹈学校办了多少年 五年了 刚才你说到做公益是吧 对 就是有很多孩子到你这儿来 读书是免学费是吧 这只是我们做的一部分 我们会走出去去住困 住屏 我们这有一段视频是有关于这段做公益的一些写照 我们开心 我们开心 感谢用力 挽我一生 让我永远去做我自己 看着心 感谢你的脸 画开话 我会让 会珍惜 我是跟钟老师演舞打 钟老师像妈妈一样 钟老师很爱我 我也爱她 这是你们学校的学生 这是特殊学校的学生 我去教他们 什么时候开始做公益了 从2014年下半年 我是吴玉征 就是一次公益演出上 揭示了一个特殊学校的 这些盲藤部的孩子 最重要的是因为我自己的 这个经历 出了车祸以后 我觉得舞蹈也能让我 从中找到了快乐和唱歌 然后我就开始做了公益 对一些有舞蹈天赋的 就是贫困的这些孩子 我们都是在我学校内 都是免费教 然后我们在他学校里 有专门成立的这样一个 合唱团和舞蹈这个 看了这段视频之后 我倒要重新地解读一下 我刚才所说的你的自私 为什么很多事情 都让儿子顺着你 其实我发现你应该 是一个一直以来很孤独的人 这个孤独去怎么去解释它呢 我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 其实我最大的 也是这个心理难受 也是跟我儿子之间 我也想去跟他走进去 跟他沟通 但是他一直也在拒绝沟通 今天我知道了 也听到他自己的一些 我没有听说过他说的事情 我觉得确实我自己有很多问题 对待我儿子方面 你喜欢那些孩子吗 喜欢 这些单纯的孩子 其实 促使你母亲做出了一些改变 对 软化了他 那这些孩子对于你来说 改变了你什么 更确定我老师的这个身份 我对老师这个身份 有了更更一层的理解 我听说你在朋友圈里面 还经常发这些孩子是吧 对 都发觉什么呢 有个小女孩 我当时给她们上课 上完课之后的话 当时在 其实有一天是吴亦正 我是带她去参加一个这样活动 她在车里头说 老妈我问你一个事 我说什么事 她为什么你对所有的人都很温和 而且也非常有耐心 你从来怎么不对你儿子这样呢 我当时也愣一下 我都觉得 应该自己身上也有问题吧 我想 我得重新认识自己 对儿子做的一些 确实是一个母亲没有的一个温情吧 我们很多时候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然后身边的某一些人的突然的一句话 有的时候会让我们突然之间反省 反省自我 来我们来听一下三位老师 如何解读母子之间的故事 有人曾经说过啊 父母对于子女要做到三点 第一 第一 健全的生产 第二 尽心的教育 第三 完全的解放 说这句话的人 是鲁迅 那前面两点 大部分的母亲我们都能做到 您也做到 第三 完全的解放 我的理解就是 母子的分离 分离 不是说 空间上的分离 更应该的是 心理上的分离 那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分离 其实是为了更好的 融合在一起 当大家成为独立的人的时候 可以融合在一起 而你们的融合 特别美好 是在做公益这件事情上面 进行了一个最大的融合 你们一直觉得你们 想法 做法 走的路都不一样 但是在这一点上 你们却出奇地移植 舞蹈成为了你们矛盾的导火索 但同时也成为了你们 能够真正融合在一起 沟通的一个桥梁 您在做公益的时候 您找到了你的温柔 然后我又觉得儿子 就像他说的 他找到了一个 做老师的意义 传递知识 传递技能的同时 我们要给他快乐 我们要让他从这些技能 这些知识所获得的东西上面 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的丰满 所以你们母子两个 通过了那么磁心裂肺的一些分离以后 又在这条路上 又达到了融合 特别的好 祝福你们二位 以后在医术这条道路上 工艺这条道路上 能够越走越远 谢谢你们来了 徒林老师说 有什么妈妈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是的 为什么是这样呢 是因为其实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 你无数次的想要向妈妈证明 你的善良 你的忠诚 你的力量 你的价值 可是这些都被妈妈忽略掉了 而当你也去从事一个公益事业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内在最渴望被认可 被尊重被需要的那种价值感 那么清晰的就呈现出来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感觉非常快乐的 因为你们两位真的是 两个内在快乐的去做公益的人 因为这个公益同时也反扑了 你们二位内心当中的匮乏感 那我觉得你们二位 其实从现在开始 就是不断地去检视自己 成就自己 成就自己 来去成全别人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 谢谢你们二位的到来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 好人 不是完人 特别难 但是自己 自己往往会拿完人 来要求自己 有时候呢 周围的人也会拿完人 要求好人 最终这是一次误会和伤害 因为我们都不可能完美 你不觉得这期节目 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场景吗 比如一群孩子 没人疼没人爱的 坐在那个位置 像周晓燕校长兼董事长 表示感恩 那个场景是我渴望的 有一个女人 叫周晓燕 自己都不容易 决定管她们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 反正挺打动我的 为什么我分享给汉青想 我要跟你讲一个事 中国好人我是这么理解的 就是自己吃亏 让别人舒服 这就是中国好人 委屈自己 成全别人 这就是中国好人 我们不要谴责这样的人 但是我很难 也为你辩护 因为我觉得 从李汉青的角度来说 他希望你做得更好 希望你在成全别人的时候 能够让自己的儿子 享受平常人的待遇 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但是我必须说明白 你母亲给你什么 比如说今天 你作为周晓燕的儿子 我会对你表示尊敬 我在这个世道上 能尊敬的人特别特别特别少 因为你们帮助了别人 你们是一个整体 希望从这个角度 多一点对妈妈的理解 谢谢你们来了 祝你们母子幸福 谢谢 谢谢 谢谢你来的 儿子 其实妈妈 其实妈妈非常地爱你 内心也是非常地需要你 但是妈妈以前对你 确实不能够了解你的感受 妈妈真的很抱歉 希望你能给妈妈一个 一个爱的机会吧 我很需要你 其实老妈你没什么好道歉的 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经常批击上来 会跟你宠 然后慢慢的我会把舞蹈房做得越来越好 你可以把鲜子放在工艺上面 等到我有闲的时间的时候 我也会陪你把这个东西做得越来越好的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其他人 我们一起去帮 把这个团体做得越来越大 吧 大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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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跳一个吧 空排记得吗 1 7 3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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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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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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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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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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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这个是盲童学生 跟我一起做 孩子们做的 孩子们做的 这个插上垫可以亮的 他告诉我说 老师这叫新冬 他说我送给你 就是照亮自己温暖别人 是盲头的孩子知道 我要来上那个节目 用了两天的时间赶出来的 来 宝贝 送给你 也希望你人生的路上以后 我们照亮自己的心 去温暖所有的人 祝你母亲再找到 一个一段幸福 也祝你在舞蹈上 取得更多的成就 希望你们两个人 把那舞蹈学校的温暖 撒给更多的一些 特殊的儿童 好吧 谢谢你们 再见 谢谢 谢谢老师 儿子 其实妈妈 妈妈非常地爱你 内心也是非常地欺恶你 妈妈真的很抱歉 希望你能给妈妈一个爱的结婚了 我们一直以来认为强势 是武装自己的一种方式 我只有强了 别人才会认可我 才会尊重我 但有的时候你会认为恰恰相反 你的强势恰恰造成的距离 该强的时候强 该柔软的时候还是柔软 尤其是跟自己身边人的时候 所以说真诚的一面 献给自己最爱的人 好的 如果你也有对不起 或感谢的话想要诉说 同样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期待你的故事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